其实只要你提前向银行还贷款 就会把银行还破产 为什么这么说 假设你向银行贷款了100万 30年的年贷利率是3.8 总还款金额是210万 他们利息都能赚到110万 这也不少了 那说明你看问题的角度太肤浅了 银行会把你这个总金额210万的借条 按照150万的价格 卖给其他金融公司 银行这不是还亏了60万吗 但是银行已经赚了50万 卖出去还可以继续放贷 重复几次赚更多的50万 那买到这些存单的公司 虽然能赚60万 但也要等30年才能收到啊 很显然他们也不愿意 于是他们买了一堆这样的借条 凑过了100个亿 打包放到市场上 并且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比如某某天使发展基金 年化利益只要2.8 嗯 而有些资本就会把这100亿全部买光 除去支付委客户的2.8的收益 自己还能存赚10个亿 这样剩下的90个亿 还能放到银行继续去买借条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跑出来 说要提前还房贷会怎么样 相当于 这110万的利润都不存在了 要是只有几个人这么干 银行可能会闷声吃这个亏 因为利润大 不要紧 但是如果很多人跑过来提前还这个贷款 银行就会亏到家了 甚至破产清算 就会帮我说 特别人 我会拿过来 对 赶紧